敦南阿和公办都市更新案从109年动土至今进行顺利 在近期也得以进度无言后按时上梁 由副市长彭真生与邱宝会董事长一起锁上金螺酸并签名留念 期派114年顺利完工 活化土地改善地区公共设施服务水准并串联地区生活纹理 在目前这种缺工缺料 每一项工程都延误的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还可以按时的上梁 而且进度并没有落后 到今天为止的进度大概是在50%左右 那这个工程对台北市政府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目前 我刚刚跟邱总市长讲 我是株增中心的董事长 当然我当过两个地方的董事长 一个是荣产公司董事长 一个是株增中心 但是我这个董事长是没有钱的 没有钱的董事长 是一个医务值 虽然我们现在台北市的工办株 都一共有发现 那这也是其中一件 这方面的工程都非常深密 到目前为止 工办株跟我们完成的一件 就是斯文宇山池 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第一个去尝试的一个工程 那时候都是靠整个猪花局的人力去把它完成 那到目前为止 全田后会有18点 所以上梁是代表古代人说 都可以顺利的完成 那个 这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我们除了工办株庚以外 我们株庚中心现在又有这个 工办株庚2.0 大家都想说 大家在家都有够败的 30年前看着和30年前看着都同样 但是我看起来 整个这个敦化路 大楼相继的盖起来 所以台北市不只是敦化南路的风景非常好 以后我们的建筑的规模非常好 而且天际线看起来是非常先进 所以以后如果大家到台北市 敦化南北路的话 它是一个国际大都会的样态 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有工办株庚2.0 就是说有很多私人公司 每一次我问前面的蔡董事长 林董事长要办一个株庚 还有我们典建筑师 他要办一二十年 都很难沟通 那现在台北市政府 说一个2.0 就是说 加速你如果没得到协庚 只要90%以上的 这个住户同意 我们公交就可以介入 介入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大家一般市民会认为说 台北市政府这些公务人员 大概会比较公开 当幕公开 那对全面的部分会比较信任 本案这个宝宏建设里面 也有兼了 兼了这个 15%的这个 都庚基金 农机奖励金 一共有2.36亿 而且本案盖写的时候 有商业大楼 有投影设施 有亏议空间 算是一个很完整的大楼 这项公办都根案 由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担任实施者 宝宏建设为投资人 建设地下5层 地上16层之商业大楼 地楼层将做企业附设托额中心 及公益会议室使用 地下一层 二层停车空间 对外开放收费使用 投资人并承诺捐赠 20柱U-bike空间 及任养平安公园 结合开放空间 打造绿色生活环境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